我自己在買我的車位的時候 我完全就亂選一通 還好你有選對 所以像這種位置 你買B2跟B1沒有差多少的話 你買下一層反而還省一點錢 然後這個網友 他們現在規劃的很特別 大家好我是冰夢拉 哈囉我是Lucy 等了好久好久 我們終於有機會可以來入車位這個單元 因為我也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們請來也非常會開車的Lucy 跟我們分析停車位 因為我也剛學會開車 所以我算是不會選車位的新手 然後Lucy超會開車 應該也停過很多不同大小的停車場 所以就有很多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主要會以真實發生的車位 或是我們自己停過的情況跟大家分享 而不是比較學術上的數字 這集是很實際的 我剛剛有跟Lucy說 我自己在買我的車位的時候 我完全就亂選一通 還好你有選對 對後來我們銷售小姐人超好的 幫我選到一個好位置 我原本選的位置極爛無比 等一下跟你們分享 先簡單說一下不同車位的種類 一般人買車位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室內或室外 然後Lucy吃前都挺室外 對 你覺得如果室內室外可以選 差多少錢你會寧願不要在外面 我現在停的室內是大概2000期 我之前租外面2500 才才200塊 停戶外會有什麼麻煩的事情 鳥屎很多 停一天你的車就很可怕 而且會超髒 所以你現在買房 然後車位可以另外租 你還要考量到未來你停在室外 下雨天的問題 要是跟髒的東西問題 然後很可能曬太久 或是被別人碰到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很常見的就是 坡道平面車位跟機械車位 然後我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喜歡機械車位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家裡的機械車位超常故障 然後你的管理費 維修會非常貴 然後很常要去維護那個機械 但是現在我們有看過很多的 那場設計它會B1B2是平面車位 B3以下 它就會給你超便宜的機械車位 自己也要去考量 有那種就是你跟著車下去的那種停車塔 那其實就有點像電梯 就是你的車直接是開進去 那個電梯就是也跟你的車子差不多大而已 然後它就是你跟著下去說那個很狂 我之前有住過飯店是停車塔 然後早上八九點好好 上班的時候它就等到崩潰 上面這三個是比較多人會選擇車位的類型 盡量可以就選擇坡道平面車位 就是任何室內平面車位 都至少是你未來使用 跟你之後要轉賣都會是比較好的 那講到要賣車位的話 就會分有獎勵車位跟法定車位 有一部分的獎勵車位 等於是我免費提供給大家 可以當免費停車場 可以開放給外面的人停車 然後我的房子就可以多蓋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可以有獨立權狀 就是你可以單獨買賣 你也可以賣給不認識的人 不是這個社區的人 可是法定車位就是你的 房子會附帶這個車位 這兩張是一起 就是你賣房子的時候車位要一起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堅持我要買獎勵車位 就差一點選車位 等一下跟大家說 那再來就是車位的大小 一般的標準車位大概是 250x550公分 然後比這個小的就是小的車位 比這個大就是大車位 幫大家比較了一下 例如說你買Porsche的凱燕的話 它的車長大概是490 寬是198 像我自己的車 我的車長就是430 然後寬大概就是19 有些人也會買的像大修語車 像Volvo的XC90 它的長就是490 寬就是195 這幾個位置 都比較需要買到 至少250以上的車位 對 因為一般的教車的話 大概差不多180左右 250x180 70 兩邊各身35公分 那你車子再寬一點 可能就大概在差20公分 然後你開門就可能會撞到隔壁 如果你車子旁邊有別人 然後他跟你平很近 有可能你會下不了車 有可能你會撞到隔壁 而且你在停車長是私人空間 保險可能不太會理賠 那一般的房車 像Toyota的 Camry 它就是大概長488 然後換就是184 所以你就是買標準的 250的車位都可以 其實你只要去看 如果假設你是開休旅車 或是未來你想要換休旅車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你至少都要250以上的車位 都還會安全一點 就是我收集了很多社團團友的照片 然後我們用這些素材來跟大家分析一下車位 我先用我自己的車位當範例 這個是我自己家的停車的車位 然後那時候我買的是B2 我不傾向於選太低的樓層 但是B1又太貴 因為我們車位好像一層是差10萬 大的車位小的車位大概差5萬塊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還完全不會開車 那時候就選了這個 我讓Lucy來告訴大家這多可怕 你知道位置不能選在牆壁的最後面 你一定會停到崩潰 真的啦 因為我們剛剛還有為了這個去停一次看看 你看到這邊 你除非你這邊剛好沒人 對 或這邊剛好沒人 你這邊這樣子進去 然後再這樣倒一次 可能兩次 我剛剛試就大概兩次你可以停好嘛 但如果你這邊都有人的話 你就變成是說你可能就直接倒進來 或者是說因為你這邊是電梯嘛 你從這邊倒進來的話 就是怕有人會走出來 有一些停車場啊 它是上下的空間你要去考慮 就是你要這樣開開開開開 然後開到這裡繞一圈 然後你再下第二層 你每天在那邊轉轉轉轉轉 如果你只要B站你就轉保啦 因為我前面選的這個位置 它是法定車位 可是我已經講好我要選獎勵車位 然後合約都錢全部都弄好了 那我的建商就說 喔是他們就是不小心搞錯了 所以他們就讓我選這個算是 建商自己保留的位置 旁邊還有很大的格子 所以等於我的位置應該算是 寬可以算到大概300 因為左右邊這一格都是30公分 為了拍這個影片就把圖翻出來之後 才發現我以前到底選了多驚人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不會開車的話 請你們找會開車的朋友 尤其是星塵屋 可以把車子停下去停車場 停停看 通常他們都會願意讓你去試停 可是因為我就是那時候不會開車 也覺得我此生不會開車 然後以後要停車的人 怎麼停不管我的事 所以我就完全沒想到這件事 所以我就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差點購車位失敗的經驗 然後呢 我們來分享幾個團友說 他們的位置很不錯的 他的位置又超級好 因為他們的車道很特別 有一些車道 剛剛講過不是有螺旋狀的 螺旋狀我覺得至少是你上下樓層的時候 不會覺得差太多 可是如果有時候是那種很窄的螺旋 然後你買B5B6 轉一下去 對很多台北市的那種老舊停車場也是這樣 然後就很深很深 你真的有時候轉一個下去 轉個三四層樓 什麼信義成平那種下去 你真的是暈到一個不行 所以你要自己去考量 你有沒有辦法每天這樣轉 然後有一些車道呢 就是像這個我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最近看了幾個案子 它是這樣子一層樓下去 然後兩層樓下去的 所以如果你在B3你就是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就直直下去你不用轉彎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它的B2其實開起來很像B1 然後它的位置也很好 它就是在這個車道旁邊 對這個真的滿好 這就下去 就到處進來 就好了 這個很讚 所以像這種位置你買B2跟B1沒有差多少的話 你買下一層反而還省一點錢的 然後這個網友 他們現在規劃的很特別 它原本是大概他們社區最後三戶 所以它要選的時候已經沒有位置 它就只剩下B2的這幾個 像這種你覺得好嗎 這就是後面要看有沒有跟車 沒有跟車其實還好 它這邊要有個警示燈啦 然後這個的話 也算好聽 然後他們這個停車場就是你下來要這樣繞一圈的 每一圈都會繞比較大圈 因為你要經過這些嘛 然後它那時候選這幾個位置都還好 買房子的時候 或是其實你是最後幾戶的時候 你可以問問看它 它有時候會有像我的那種建商的保留位 或是店面保留位 或者是像它這個是買到殘障車位 可是因為殘障車位規定是要你二等級內有殘障手 所以你才可以購買 但是呢 它這個就是等於是你沒有硬性的規定 所以一定要有殘障回合才可以停 因為畢竟是社區規劃 本來就有法規該有的公社嘛 所以它就意外的買到了這個 在電梯口的殘障車位 然後超級無敵大 原本一開始建商告訴你 就是你莎莎選他給你的 可能你現在買B1的這個位置 未來還會比較好賣一點 然後這個人呢 他說他的位置是B4 他們要買的時候建商跟他說 因為他的B4跟樓上的價錢差了70萬 這個是好評的啊 嗯 如果柱子是這個的話 其實不太有影響 對啊 因為是後面的柱子 我們有一個朋友家的來賓車位 通常你會發現就是賣不掉的車位 他們都會給就是 那我的位置就是那種 駕駛座的旁邊就是一個大柱子 那個位置無敵難停 後邊是牆壁 左邊是柱子 然後它兩個位置都特別小 然後如果我跟Luce一起開車 停進去我車又比較胖 他就下不了車 對我要把你的耳朵收起來 收起來停進去 停最貼右邊 然後還有一個是 這個啊來補充一個特別的 這個網友要跟大家說一個經驗就是 他原本的圖是 在你買車位選車位的時候 沒有這些圓圓的 你看這些圓圓的其實是人孔蓋 就是你有時候開車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空隆空隆空隆 其實人孔蓋比較危險的是就是 就是我有看到新聞說就是如果你那個 裡面是化分子還是什麼 有那個 它那個氣體 它那個氣體就是膨脹中 這個蓋子 飛走 然後打到某一台車的那個保險桿 好可怕喔 這就很可怕 所以你們就是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們有要選車位 尤其是這種比較大的停車場 你可能真的要仔細去問他 他的圓孔蓋 或甚至那個 你說的那個麵包那個叫什麼 喔我都叫他麵包 他應該是那個叫什麼 減速坡 像你去IKEA 或是我去過有一些案子 他那個蹲極多無比 你一下去在那整個停車場 等於你每天就這樣 空空空空空空 喔那是真的蠻煩的 然後你就孔回家 你在孔出門 對 喔還有一個就是 他如果要維修的話 他就會在你的位置外面維修 所以真的還是要避開這個 真的 圓孔蓋 我們有一個團友人超級無敵好 他給了一整份的檔案 我覺得這一份檔案 完全可以當一個選車位的教科書 如果大家有需要這個檔案的話 來幫大家問問看他願不願意提供 幫我做了一整份的 PDF的報告之外 他還把他的車移去每一個位置示範給大家看 我真的是 無敵感謝他 就他就把位置都標出來 我覺得你們之後 自己找車位可以這樣一個一個標 他就是 大車位他們就是250X6吧 一般的車位就是250X550 然後標準的他就是 他們的毛好像是230耶 有一些標準的我會給到220 就真的超窄的 這個是他標出來之後 他覺得好或不好的車位 綠色星星的是他覺得很不錯的位置 然後藍色是靠近電梯 可是你要去注意到 有時候電梯旁邊會有一些消防管線啊 有時候會有牆壁 有時候會有柱子 這個位置就變成是 駕駛座這裡會有牆 可是他又有一個柱子 所以還算OK 因為有些人就會選擇要離電梯很近 可是你要去看電梯旁邊 這裡面的叉叉呢 他都有去幫大家拍好 他那個柱子就是直接真的卡在駕駛座門的地方 而且他這個柱子很尷尬耶 你如果說你的柱子在前進一點 你車子可能挺後面一點 你的門是可以整個打開 當然我這個 應該會有一點卡住 對所以這個是有柱子的問題 所以大家有些人會覺得 喔我要選柱子 可是你看圖 你可能不知道他柱子多大 就是 而且你可能看這個感覺好聽 但是還是要看一下柱子有沒有這一根 他的黃色三角形是排風機房 這個團友他非常愛車 所以他就有很多選車位的心法 他連排風都有考慮到 上面會有排風口 所以有可能你的車位就會很熱 或是像這裡就是電器的維修室 所以你也不知道之後維修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每天經過你的車 如果你不希望有別人很常穿越你的車的話 你這種選在電梯附近的 很常會有懶得走的 對他就會從這裡這樣子走進來啊 我覺得比較 不喜歡的是就是繞過這種 如果有人開得很快 假設他這邊是一個可以下去的地方 假設是這樣子繞 那可能有人開很快 沒給你注意到 啊對因為從這裡很容易裝到他的頭 可是這邊至少有柱子擋住 謝謝團友提供的資料 還有Lucy 就是我們整理了很多 實際上你真的要選車位的時候 可能要去注意到的問題 畢竟一個車位價錢是不便宜 然後很多人都會 房子看得超級無敵久 車位隨便亂買 可是其實你每天都會用到 像我們現在要去看房子的時候 如果車位不是很好 又是跟著房子一起賣 有時候你反而會去考慮到 要不要就是賣沒有車位的房子 所以幫大家整理一下重點 第一個就是樓層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下樓的方式 下樓的方式如果是 你覺得順然後你覺得棒的地方 它也許很便宜 你買到B3B4 你都覺得沒有太大的差別 第二個就是你要去注意地上的人孔蓋 橡膠減速墩 出風口啊 維修中心啊 丟垃圾的地方 然後還有大車位小車位 跟你旁邊有沒有柱子跟牆壁 然後大部分你都會說離電梯越近越好 再來就是你機車停放的位置 有些機車是停在你的位置的後面 有些機車是停在你位置旁邊 有些機車會有單獨的區域 所以這幾個就是我們整理的選車位的一些筆記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影片 下次見掰掰 掰掰